同学们好,上一堂课我们学习了热身运动 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将会来看一看松弛运动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同学们想一想 什么是松弛运动呢? 对了,松弛运动就是在体育课结束前 或者一个活动结束前进行的伸展肌肉与关节的运动哦 它的功能有能够放松我们的身体 消除疲劳以及降低肌肉酸痛的功能哦 在上一堂课中我们学习到热身运动 它会提升我们的体温、呼吸率和脉搏率 就是当我们进行热身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体温、呼吸率和脉搏率都会上升的意思 那么请想一想,松弛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非常好 松弛运动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体温、呼吸率和脉搏率降低 这是降低到正常的体温、呼吸率和脉搏率 那同学们,什么食物可以提供精力 然后有助于我们成长的呢? 请想一想 对了,米饭、玉米、马铃薯 这些食物都会提供精力给我们 让我们有力气去进行某些活动或者进行某些运动 然后肉类、豆腐和牛奶这些含有非常多的蛋白质的食物 它会让我们长得更高大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多吃这些食物 让我们更有精力 然后让我们长得更高大哦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小评估 请同学们观看以下的图片 然后同学们也可以进行以下的活动 然后把这些活动归类为热身运动或者是松弛运动 然后说出它的原因 第一张图片 一个小女孩正在跳绳 这个是属于热身运动 热身运动 因为当你在进行跳绳时 你的呼吸率、你的脉搏率和你的体温会上升 所以这个是属于热身运动 第二张图片 这个小孩子坐在地板上 他是没有动的 他只是把他的脚放在另一边 然后转他的腰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松弛运动 第三张图片 这个同学弯下腰 双手触碰地板 这个可以是热身运动 或者是冲驰运动 第四张图片 一个小男孩脚上有个脚环 那个球一直在转 然后他必须一直跳动 所以这个是偏向于热身运动 因为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的体温将会上升 呼吸率和脉搏率也会跟着三神 所以这个是热身运动 进行了评估一后 我们现在来进行评估二 请同学们观看以下的图片 然后说一说 男生说得对 还是女生说得对呢 对了 从这张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女生提出的意见是 只要吃得多 就一定会成长 会很有力气 而男生却表示 不 不是吃得多 应该是吃得对 从这两个对话中 我们知道 男生的意见是正确的 因为 我们不一定要吃得多 只要我们的饮食均衡 这样我们就可以健康地成长